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说预防这一支人类乳突病毒 然后人类的女性就不会得子宫颈癌 我老实告诉各位我不鼓励 因为它不是治标不是治本 所谓人类乳突病毒HPV 就是你的伴侣背叛你的证据 你要去意思 它就是在外面跟别人在一起 才把这一支病毒带到你的子宫颈 然后这支病毒就在你的子宫颈繁衍 变成你背叛的证据 所以不是这支病毒 是你内心被背叛的 不管你头脑知不知道 你的身体知道 了解吗 你的潜意识知道 所以那支病毒 它代表的是你潜意识里面 对于你的另外一半 背叛你的那种羞辱 那种没面子 那种伤心 跟丢脸 还有肮脏的感觉 好 有些女人 她会觉得肮脏 你碰过其他的女人 你不要回来碰我 你早上搞完那个女人 晚上要来搞我 我咽不下这口气 这样了解吗 里面有一种不甘愿 一种怨恨在里面 而这种怨恨就给了HPV 导致子宫颈病变的动力 这叫做身心灵的医学 所以要治疗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去打疫苗 就可以改变 没有啦 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如何让你那种被背叛的感觉 你伤心 肮脏 觉得丢脸 会感觉 把它拿掉 你如何能够让你的身心灵 能够平静下来 后来我就跟那对夫妻讲 我说幸好 我有了解到赛斯的思想 身心灵的观念 所以真的能够来帮忙你们 就像我接触这么多的 心理治疗的派别也好 思想的派别也好 对于爱跟背叛 很少能够从真的很深入的观点来看待 很多甚至是学身心灵的人 你落到传统的男女爱情 你还是挂了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落到传统的男女爱情 你还是想占有 你还是怕失去 你还是会排外 我常常讲 常常看那个宠物很好玩 家里如果养宠物的 如果你的朋友出国 暂时把他的猫也寄给你 你就看两只猫在吃 他的猫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各位看过没有 他会巩固自己的地盘 会去吃人家的 人家在吃会把人家赶走 甚至连猫杀都会抢 自己的盘子里面的不吃 去吃别人的 尤其是像流浪狗 流浪狗你在喂流浪狗的时候 新来的狗会对后来的狗凶 有没有 他一边吃一边起他狗进来 会对他胸 会让人家靠近 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在爱情的观点 你是在做这样的动作 有没有 你在做防守 有时候你防守得很辛苦 很多女人防守的技巧是什么 拉皮 荣辱 不老青春啊 有没有 你增加你的这种年轻减肥 为的是防卫啊 为了怕你身边的人被抢走啊 那男人为什么拼命 事业要成功 为什么要赚很多钱 因为他就拥有 交女朋友 女人缘就会更好 所以以前人家讲 最好的春药是权利 对男人来讲 所以两性之间 变成很多人 把他变成功房战 我想 占有我的对象 我的对象不容许被别人抢走 有没有 你会去防卫 会去铲除异己 你会不容许 各位 我们举个实例来讲 已婚的夫妻 假设你是个男人 回到家 发现你太太在家里 跟另外一个异性的朋友在聊天 你觉得这个画面正常吗 我们举这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我的意思 有没有 我们就举个例子 或是说 一个女人 你回到家 你先生跟一个异性的友人 在你们家聊天 客厅哦 不是房间哦 你觉得这个画面正不正常 正不正常 应该不正常 你看有人正常啦 那个 所以还是有很多怪人 我的意思是说 对一般人来讲 你可能不觉得正常 你回到家 发现你的另外一半 跟他的异性的友人 只是朋友哦 你也知道他们没有性关系哦 你也知道他们真的只是朋友而已哦 他们两个在聊天 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觉得怪怪的 这样了解吗 还是会觉得怪怪的 不管你觉得怎么样 都是怪怪的 像很多老夫老妻 有没有 像有些家庭还骗人非庸 你知道人的嫉妒心有多强 我常看到那个九十几岁的欧巴桑 带着八十几岁的 哦 九十几岁的欧姬上 带着八十几岁的欧巴桑 然后那个欧姬上来跟我说 徐医师 日子很不好过耶 我的太太 每天都怀疑 我跟这个非庸 有染耶 徐医师 我告诉你 其实我已经不行了 我九十几岁 我真的不行了 可是我的太太 每天都骂我 每天都骂我 这个老色鬼 你要再盯着那个非庸的屁股 真的 你知道我们人 关于爱的这一部分 我们有多么容易起嫉妒 有没有 我们多么容易起猜忌 我们多么容易受伤 可是你越容易这样子 你越已经背叛了 已经背叛了 好 原来爱是要带给我们喜悦 带给我们信任 哪来这么多的痛苦与悲哀 有没有 你看我们在爱里面 有多少的痛苦与悲哀 好 那没有爱 各位 没有爱 人活着 做什么 那你说不要爱好了 那又要去爱 又怕受伤害 又要去爱 可是整个社会的方向 又往这个方向在走 那到底我们怎么办 好 所以现在很多夫妻 他们在流行的是这样子 不是有没有外遇 是什么时候外遇了 他不是有没有外遇的问题 很多年轻的夫妻 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外遇 什么时候第一次的 好 那整个世代都在改变 好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 我真的觉得 要从完全不一样 身心灵的观点 跟赛斯的思想来切入 好不好 那回到爱与背叛 这里恐怕 我要来勾起某些人 童年痛苦的回忆了 因为 其实在 心理治疗的领域 那有发现 大量 在成年之后 有内心痛苦的人 其实当他在童年 都经历过 父母的婚姻问题 各位 真的在我的忧郁症的患者当中 我常常听到 他们小时候 父母亲一天到晚 吵吵闹闹 尤其是很多人告诉我 小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 妈妈离家出走 两个礼拜看不到人 爸爸酗酒 爸爸妈妈打架 妈妈说他要自杀上吊 各位 在许多我们现代人的 内心当中 当我们的父母 第一个 如果他没有有 实质的外遇 我相信 在我们共同的经验当中 很多的父母 是 打打闹闹的 真的对我们很多 共同的记忆来讲 有时候你有记忆 其实父母亲 就是一天到晚在吵架 吵到后来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啊为什么不离婚 为什么不离婚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 这都是小时候的一些 痛苦的经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自己的父母亲 曾经经历过 外遇的事件 各位 我相信这对大家来讲 都是一个 内心 很深的阴影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年代 年轻一点的 我们还不知道 在我们这个年代 如果我们的父母亲 假设是父亲那一方 有外遇 那不得了了 那个妈妈 有时候是 一哭二闹 三上吊 歇斯底里 刚开始你会觉得 年轻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同情 妈妈 为什么遇到一个 不负责任 外遇的男人 有时候你年纪越大 你甚至会开始同情爸爸 好 找到这个太太 不然外遇也困难 有时候我们会随着年纪 而站在不同的那一边 因为有时候 当你还小的时候 你看到妈妈每天都在哭 每天都很痛苦 可是当你年纪很大 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你开始也许了解你爸爸的内心 爸爸的内心可能也很痛苦 他回到家 没有温暖 没有爱 他只不过到外面 早一点 面包碎屑般的 慰藉 回到家 又是一个罪人 所有他的好都被否定了 各位 他的好都被否定了 这跟我门诊 所以现在治疗一个个案有关 我用了一个治疗技巧 我说 你看自从你知道婚姻 你老公外遇以来 你们吵过几次假 好 我先不管外遇对跟错 我不是法官 我也不能判定 可是至少我看到的是 因为这个外遇 你们彼此彻底的否定了对方 有没有 你老公有继续上班吧 有继续照顾孩子吧 对你的态度也没有改变太多吧 你只不过因为知道了他的外遇 你有没有知道他的一件错事 而否定了他对这个家 也许有的99个贡献 大家知道我意思吗 你因为那一颗芝麻 把整个烧饼通通丢到臭水沟 那姑且不论 你自己有没有痛苦的要命 大家知道我意思 我说是外遇 谁对谁错 我也不能去判定 但是目前至少我看到的 因为这件事 你们夫妻之间已经变仇人了 这个家待不下去了 好 回到刚讲的 在我们共同的记忆 如果父母亲里面 母亲有外遇的 那各位在以前的年代更不得了了 你根本是带着羞愧的心 各位 带着羞愧的心 像有些个案 那个妈妈甚至因此而被迫 赶出家门 常年一二十年 我让他回家看小孩 那夫家的理由是 你这个见女人 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你有什么资格回来见你的小孩子 你让你的小孩子蒙羞 夫家会这样骂他 你什么资格当妈妈 你去外面搞男人 跟外面的男人上床 你有什么资格回到我们家 你有什么资格见你的小孩子 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你永远不准你踏出进我们家一步 我们的孩子 没有这样的妈妈 各位 可是 我讲了句公道话 万一对不对我先不管 她还是孩子的妈吧 各位 那你就跟她说 如果你爱孩子你就不会万一 这个逻辑有点怪你知道吗 我不能说对跟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有点怪啊 没有说每个外遇的人就不爱孩子吧 因为每家有每家的事情 每个人内心 有每个人内心的一个痛苦跟挣扎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绝对的什么 好可是 在以前我们看到一个女人 也因为外遇 被惩罚 在外流离失所 也有 然后我们就得到历史教训 敏捷是一个女人 这一辈子最重要的 失去了就什么都没有 是啊 以前是这样啊 现在不一定了 现在不一定了 所以刚讲一个太太 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 被敢离开这个家 甚至让她的孩子觉得萌羞 也许她的孩子在小 小的时候也会很恨这个妈妈 难以其次 可是也许自己渐渐的长大 去明白原来妈妈可能也有她的苦衷 那我要说的是 这些事情 她当她发生在我们身上 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人身上 都是这个人内在的记忆当中 很深的痛苦 那就算不是 刚刚我提到 各位你们的脑海当中 都有那种父母亲 有时候吵吵闹闹 为了钱 吵架 为了感情 为了外遇的事情 吵架 所以这个题目 它整个随着时代的演变 它一直在不断的碰到瓶颈 好 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 从赛斯的观念来看 我常讲四个字 叫爱的功课 如果你有痛苦来了 就是爱的功课 任何的痛苦 不管是你觉得你背叛了别人 造成别人的受伤 你有罪恶感 这叫爱的功课 你觉得人家背叛了你 你伤心 难过 想自杀 这也是你爱的功课 刚刚有个同学还告诉我 徐树 我好想举手 他说他好想举手 说他的 好像妈妈吧 把所有的财产分给孩子了 结果 他发现孩子背叛他了 本来分财产之前都说得很好 要共养父母 就分完了 就都不理他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不要急着分 不要急着分 到时候 你又被背叛了 那不干我的事 好 我们回到爱与背叛 我先 从小时候 跟一些青少年个案谈起 在我门诊 常常也是有一些 年轻的女性 或青少年个案 用一个年轻的小女孩 来挂门诊 他告诉我 徐师 我最近很痛苦 因为我男朋友 24小时都在监视我 有这样子 都在监视他 然后 要知道 他随时去哪里 跟谁说话 说了什么话 好 那有一个 女性 女性也是 二十几岁的女性 他男朋友到楼下 按电铃闹 喝了酒就来闹 占有欲 很强 你不能跟其他男生说话 好 那有的女生 对男朋友也会 好 那就是我之前常讲 在校园 爆发情杀的个案 有没有 我那么爱你 我那么为你着想 你怎么可以 背着我去跟别人来往 他觉得他被背叛 他觉得他杀死对方 是理所当然的 各位 有没有看死面埋伏 看过没有 那个 金城武跟 张子怡 还有刘德华演的 有一幕最好笑 不是张子怡 死了好多次 没死 又起来的那一幕 当然那一幕也很好笑 有一幕很好笑 刘德华说 是你逼我杀你的 有没有 是你逼我的 因为你不让我爱 你爱他 各位 这是典型的情杀 我没有要杀你 我好爱你 可是你逼我杀你 因为 你不让我爱你 你爱其他人 你伤了我的心 你逼我把你杀掉 各位 像很多也是啊 你逼我去杀你的肩膚 因为 你一个女人 你外面有男人 你叫我这个男人 怎么活下去 我不把那个男人杀掉 我有什么 没有面目 活在这个天地之间 你逼死你的男朋友 你活该 你害死他的 我要杀死你的爱人 有没有理直气壮 有 有 你逼我杀你 你逼我杀你的男人 本来 他还可以活得好好的 今天 我不杀死那个人 我有什么面目 活着 可是各位 这样的心态真的对吗 真的对吗 我不给你爱 我哪里有错 你要爱我是你的事啊 我也没有规定 你一定得爱我啊 这样的有意思 所以 爱跟尊重 跟自由 一定要连在一起 爱等于尊重 等于自由 各位 真正的爱 会产生真正的尊重 真正的尊重 会给予 真正的自由 你放过你自己 也放过别人 如果这个 笨爱里面 没有尊重 那很可怕 累世 会变成 如果你杀了他 你自己 以佛法来讲 是一种业障 以你跟他之间来讲 是一种因果 这里面会不断的纠缠 以赛斯的角度来讲 这叫做 触犯了自然的罪恶感 不管 什么样的情况 你伤害对方 就已经违背了 爱的真理 所以 那宣称 爱你的人 他如果打你 那就不是真的爱了 你不要以为说 他就是爱我 才愿意打我 我们有很多同学 需要发泄情绪 麻烦你来当沙包 好不好 我们征求道具沙包 没有 如果你不去 让自己不受到伤害 把那东西 误认为是爱 那你死定了 哪一天就被打死 真的 爱来自于 真正的尊重 爱来自于 一种 自由 自由不是自私 你只有真正的尊重 带来真正的自由 那一份爱 让你觉得 你被 宽容 你被 祝福 爱你越深的人 让你觉得 越自由 各位 这跟我们现在 传统的观念是错的 是相反的 爱你越深的人 让你觉得 你越自由 自由 因为你有自由 所以你不想离开他 不是因为你有婚姻 所以你不能离开他 不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 没有了自由 所以你不能够 到外面去 这样等我意思吗 你之所以能留在他身边 是因为你有自由 各位 我再讲一次 我现在脑筋没有转过来 你因为被给予了自由 而出于自由 出于你跟他之间 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连结 彼此的共同追求身心灵的成长 所以因为你有了自由 你决定跟他在一起 这样了解吗 而不是因为 因为我今天跟他在一起了 我结婚了 所以我没有自由 这是错的 因为你有了自由 你更不想离开他 不是你没有自由 去做你要做的事 这是不一样的 真正的爱是一种尊重 不是我爱你 而是感谢你给我爱 感谢你给我爱 真正的爱不是我爱了你 你是我的 那惨了 那我爱全 在座每个人 我都爱你们 麻烦你们把钱拿出来 那不叫爱 那叫抢劫啊 这样了解吗 爱不是一种控制 爱不是要别人按照你的意思啊 爱是去倾听他的心 爱让对方感觉到 在你的心目中 他被赏识了 好 赛斯有提到 在个人实相的本质有提到 真正的爱跟匮乏的爱的不同在哪里 一份真正的爱 他是能够在他爱的人的身上 或是爱他的人身上 感受到自己真正的价值 因为爱其实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宗教 爱本身就是一种最伟大的宗教 爱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信仰 我常讲我们这个世界可以不也没有佛教 佛教2500年前之前也没有啊 也可以没有基督教 但是不能没有爱 爱是全人类共同的信仰 为什么爱这么重要 因为当一个人爱你的时候 透过他对你的爱 你终于认识 找到自己的价值 所以当你在被爱的时候 让你感受到 你是被宇宙 被造物者 被神或佛 whatever 不管你被一个神圣的宇宙的能量 所恩宠 当你被爱的时候 唤醒你的灵魂最深的感动 你终于了悟到你生命的价值 是至高无上的 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生命是神圣有意义的 而当你被爱的时候 提醒了你 你真正的身份 好 当你去爱人的时候 你自己最接近神 当你去爱人的时候 你自己最接近佛 当你去爱人的时候 你自己最接近一切万有的 造物主的本质 当你去付出爱 尤其是我们都在学习 付出无条件的爱 我常讲像太阳 太阳会不会遇到坏人 不造他 不会 这个国家很糟糕 太阳不造他 跳过去每天都给他黑夜 没有 没有 他是永恒 不断电的爱 有没有 不分好坏男女 他 无条件的 给予天地 当你自己全心去爱的时候 你最后会进入的是一种 无条件的爱 你最后会进入的是一种 有好强大的力量 好强大的勇敢 然后你内在的爱 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你最接近造物主的本质 无条件地去爱 所以爱与被爱是我们生而为人 在这一辈子最深的功课 好 那是问题来了 各位 人生最大的悲哀 是感觉不到爱 就是赛斯一直在讲的 失去恩宠 我常讲 身为一个孩子 你所能得到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不是父母骂你哦 父母打你骂你 你不见得很悲哀 因为你知道父母亲爱你 他怎么打你骂你 你不会难过跟伤心 当你在小时候 你最能够感受到最大的痛苦是 你觉得人家不爱你 你觉得爸妈不爱你 一个感觉到不被爸妈爱的小孩 是天底下所能发生最悲惨的悲剧了 各位 一个不被爸爸妈妈爱的小孩 是天底下所能发生的最大的悲剧 如果连把我生下来的 应该养我长大 给我爱的父母都不爱我 那我是什么啊 彼死哦 彼死哦 大便哦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连生我的人都不爱我 那不生我的人 那打我当什么 蟑螂屎哦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会找不到你自己的价值 好 所以各位父母 你的孩子功课好不好不重要 表现好不好不重要 你告诉他你是爱他的 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表现的好不好你都告诉他 孩子你是被爱的 我们按照我们的权利 我们愿意来爱你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抓狂 但是不要难过 我们是人不是神 我们虽然抓狂 但是还是有爱的 我们一边爱你一边打你 可以吧 我是开玩笑的 好 我们有时候会生气 会烦恼 但是我们是爱你的 那个爱不会失去 要让你的孩子知道 要让你的孩子知道 他从小就是被爱的 好 所以我刚提到 这个世界最大的痛苦 是失去爱 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 是不被爱 什么叫背叛 你觉得你被你心中的爱 所背叛 各位你无法背叛一份关系 你无法背叛一个人 但是你感受到的是 你被你心中感觉到的爱 被叛了 那是人最深的痛苦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身心灵的观念 再次的心法 不管爱在不在 爱都在 它只是落回到了细胞的层面 它只是你在理性上感受不到 不管爱在不在 爱都在 一旦你起了怀疑 你就开始痛苦 所以我常讲 对爱的一种认知跟信任 应该是各位 你这一辈子最大的宗教信仰 你不要告诉我 你这个基督徒 佛教徒 没有用 如果你失去了爱 你什么图都不是 这个世界最大的宗教信仰是爱 是你对爱的一种信任跟信仰 什么叫信仰 信仰就是打不破的 信仰就是不需要考验的 无需怀疑的叫做信仰 只有当你失去了对爱的信仰 那么你其实是你背叛的爱 不是爱背叛你 各位比如说回到我们刚刚的例子 老公外遇了 你因为老公外遇 你得到一个结论 他不爱我了 对不对 你不再相信爱了 请问是爱背叛你 还是你背叛爱 想清楚哦 他有真的不爱你吗 还是爱真的就没有了吗 也许他这个人不爱你的 可是表示你不被爱了吗 各位你今天他不爱你 表示你一辈子没有人爱你的吗 你因为他的外遇 你觉得他背叛了你 其实是你背叛的爱 你不再相信爱 当你不再相信爱的时候 你背叛了爱 各位来我希望今天给大家一个彻底的观念 只有你背叛的爱 没有爱背叛你 今天你可以说我的长官背叛我 我的朋友背叛我 我的伴侣背叛我 可是到最后真正发生的那件事 是你觉得你不再被爱 那你觉得你不再被爱 是一个认知还是这个事实 也许是一个认知 也许对你而言是个事实 也许是个感受 当你不再觉得你是被那个人 或是被爱的时候 其实是你背叛的爱 爱不会背叛你 就像阳光不会背叛我们 了解吗 他永远在那里 各位 是我们不要了 我们不相信了 是我们背叛了我们心中的爱 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我们是被爱的 各位 你不再相信你是被爱的 你不再相信你是被爱的 不管被谁爱 当你不再相信你是被爱的 你就没有的价值 因为只有没有价值的东西 不会被爱 所以当你不被爱的时候 你痛苦 你痛苦是因为你掉到了一个 没有价值的自己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是你背叛的爱 爱没有背叛你 当你不再相信爱的时候 我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发生任何事 当你不再相信爱的时候 是你背叛了爱 当一个人失去了爱 他立刻失去了他在宇宙当中的幸福的角色 那么人开始心境上痛苦了 各位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真理 不管你的伴侣有没有背叛你 你的孩子有没有背叛你 你的男女朋友有没有背叛你 你的长官有没有背叛你 爱永远 爱永远与你同在 你永远是被爱的 这是一个信仰 你永远是被爱的 好 许多人为什么被背叛的时候 会抓狂 会杀人 会自杀 因为那只不过曝露出他的内心 他的无价值的自己 因为当他从别人爱他 或是那一份关系里面 他突然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有没有 然后别人把爱暂时抽掉了 也许你的伴侣 他爱上了别人 他把爱从付到你身上的爱 抽到给别人那边 你失去了爱的加持 你就变得什么都不是 有没有 他真的有背叛你吗 还是只是显露出你内心的 那个无价值的自己 各位了解我意思 所以当你失去爱的时候 你的痛苦难过 我就会常跟我的个案讲 我说像我的个案 以前有个小学老师 好一进来 左手 包着纱布 我就问他说 割完哈 对 为什么割完 先生外遇 我不想活了 我活着没有意思 好 各位 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 你先生外遇了 好 你觉得你先生不爱你了 一个 不被你先生爱的自己 等于 没有必要活着 那你是什么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你是什么 因为你先生的不爱你 你就觉得自己的生命 没有意义 那我就会告诉你 那心里的生命 本来就没有意义 本来就没有意义 所以你先生不爱你 你的生命 就没有必要存在 因为你的生命 是因为你先生爱你而存在的 各位 你的生命 是因为你先生爱你而存在 你自己如果没有得到先生的爱 你连一坨鼻屎都不如 所以当你先生外遇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可以去死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什么价值好活的 这样的意思吗 其实是谁背叛谁 是谁背叛谁 住己背叛住己啦 自己背叛自己 如果你先生外遇 你心里面 哈哈哈哈 早就等这一天了 外面排队要我的男人不知道多少 这个不是货的 太好了 有的太太常跟我说 感谢那个女人 这个烫手山鱼还丢不出去 有人要捡 感恩哦 真的我有一个个案 他跑去找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刚开始吓得很发抖 人家早上门来了 是不是要来找我算账 结果他是 不但没有跟他算账 还跟他喝个咖啡谢谢他 他就发现其中必有诈 如果这是一个好男人 对方不可能这样子 他就觉得 其中必有诈 后来果然觉得 果然是个烫手山鱼 真的 我就跟那个太太说 你自己笨嘛 你自己笨嘛 你那时候就是洗行余色你知道吗 等很久终于有人要接这个烫手山鱼了 不然现在很多男人都是要赡养费耶 我不离要离拿钱出来 我最近遇到一个哦 他没有结婚只有订婚哦 然后那个女朋友后来发现不适合 那聘金还我们 聘金还我们 要要回去呢 那有一个是已经结婚好多年了 也要把聘金还要回去 已经结婚了 都用过了哦 都用过了哦 还要给人家要回去 你说有多不要脸 但就是这样子 你能怎么样 好 所以我就跟那个太太说 你自己笨嘛 你就是按捺不住心中 暗送 有没有 那个洗行余色 还跑去跟人家喝个咖啡 还跟人家道谢 这样 当然就知道其中必有诈啊 就知道这个烫手山鱼不能接啊 好 只要等下一次的机会 下次机会 你至少登上门去 做做样子凶一下嘛 对不对 那你就跟他说 啊 这样子我也认了啦 那可能你跟他有缘吧 那师父说 不要执着 可能你跟他有缘吧 你也不要说我太宽宏大量 开玩笑的 我们回到刚刚讲 各位 有时候 爱是一种考验 考验出你自己 在你自己的心目中 你到底有多少价值 有没有 我刚讲 只要你被背叛了 或是你的伴侣 他有外遇了 你马上寻食觅活 那我就会想 你本来就没什么价值啊 因为他 也不是说他要杀你 也不是他做了什么天大坏事 让你无地自容 他只不过外遇了一下 你就没有活着的价值 那你请问你 你之前活得多有意义啊 搞了半天 你之前就是完全在为他而活啊 对不对 他就说 对啊 我帮他照顾妈妈 帮他养育小孩 帮他照顾家里 我这样尽心尽力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说对啊 因为你都过得从来没有自我啊 你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他而活啊 恭喜你先生 因为他的外遇让你觉醒了 觉醒了 生命主要为自己顺便利益周遭 当你都为了别人而活 别人去外遇 那你只好去上吊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先生帮助你成长 我们来颁奖给他 最佳外遇奖 真的 因为他让你发现 原来你根本从以前到现在 你就不平衡 有没有人里人说我不平衡 我不甘温 你当然你也不甘温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平衡过 你从来就没有 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找到快乐 有没有 如果你自己平衡得很好 那你会一阵子不舒服 过一阵子就适应了 所以要打破我们过去 很多的执着 尤其是很多青少年 我常告诉他们 你们要回来找你们自己 真正的价值 你是为谁而活 尤其是我刚刚讲 那种会一直控制太太 控制先生或控制男女朋友的那种人 有没有 他都是怕失去爱 他会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再失去你 我就什么更没有了 对啊 你本来什么就没有了 你要回来找你自己的价值 你一直去掌握对方 我告诉你 越被抓 掌握得越紧 一定跑得越快啦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真正的爱是给他自由 给他尊重 他乖乖的也要跟你在一起 因为跟你在一起 有吃有喝 有成长 有愉悦 有互相鼓励 互相吐槽 哪里不好 所以这东西不是勉强的来的 各位了解吗 婚姻制度 慌不住啦 慌不住啦 谁不知道什么对跟错 慌不住 所有大家内在的心灵起来了 所以我常讲 真正的夫妻以后的关系 不是说因为结婚证书 而是你们是一起走 身心灵成长的灵魂伴侣 最重要的是你跟他的关系 我常问很多夫妻 比如说 他因为他的外遇而很痛苦 我说 你另外一半外遇之前 你们有顾好你们的关系吗 他说没有啊 两个人的关系 搞不好已经很恶劣了 搞不好已经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了 你们的关系本来就不怎么样啊 我说外遇还不错 还刺激一下你们 有新的话题可以吵架 还有新鲜玩意儿啊 所以有时候是这种东西 你要把它当做一种成长 一种学习 我刚讲 任何的痛苦都是爱的折磨 你内在越匮乏的人 你越想去抓 越想去排除异己 可是这个关系已经行不通了 所以各位 在爱与背叛的这个主题底下 我们回来问大家 你自己内在的价值 找到了没有 你到底是为谁而活 像我发现 我们世俗很多的男人跟女人 很多女人 他会依附男人 男人在阳性的部分 做决定的部分 比较强 女人在情感的部分 感受的部分比较强 女人在情感的层面 做主 掌握男人 男人在行动方面 在外在的物质方面 控制女人 可是这东西都要打破 各位 都要打破 两性是要彼此成长 所以其实真正的背叛 没有任何人背叛你 其实如果有的话 是你背叛你自己 如果有的话 是你背叛你心中的爱 你不再认为你是被爱的 你不再认为你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观察 整个世界的局势 我真的发现 红尘重生里面 好多人都在受苦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 完全不一样的观念 不一样的思想 来改变我们过去的 这种执着跟痛苦 如果你不跳出来 你一定会继续痛苦下去 所以真正的爱 我们刚提到了 是一种尊重 是一种自由 真正的爱 是一种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而伴侣的相处 是互相彰显对方的价值 互相的成长 然后你不要去强制 硬要控制自己或控制对方 整个人类在灵魂的这个领域上 会越走路越宽阔 好不好 所以在这一部分 我们还要做最后的一个结论 那真正我们讲 爱与被爱 或是爱与背叛 所谓的背叛 各位你去观察那个背叛 那个背叛一定都是 表面上看起来很好 心里彼此已经紧紧紧 有没有 表面上好像是一份关系 可是心里面 其实早就互相不沟通很久了 心里面也许也早就出现问题了 那才叫所谓的背叛 所谓背叛根本是你 头脑以为统统没问题 可是其实底下一堆问题 好 我们来讲到伴侣好了 讲到夫妻 讲到共同的成长 以前是借由 你是我太太 你是我先生 所以因为你是我太太 你是我先生 所以你不能怎么样 你不能出去跟人家怎么样 你不能怎么样 你是我男朋友 你是我女朋友 所以你就失去了自由 以前是这样的一份关系 各位 以后这个时代会改变 因为你不可能再用那个东西 限制住了 不可能 而是如果你们两个是伴侣 是夫妻 关掉 如果你们是伴侣 是夫妻 那 其实 重点是 你们彼此应该是 相互了解最深的人 各位 你们彼此应该是在心灵成长的道路 最能够倾听 了解 接纳彼此的人 我们甚至将来还要提倡于运动 伴侣之间是最有话说的人 可是现在我们伴侣之间最没有话说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伴侣之间应该是最能够了解彼此 而不是一个形式上 形式上说你是爸爸 我是妈妈 你是老公 我是太太 你是谁 我是谁 我们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两个怎么样 那是形式主义 框架主义跟制度 没有人 要去制度了 人的心灵要起来了 所以 你如果说 你不要在一份关系里面 背叛 爱是没有背叛的 真爱是没有背叛的 没有 真爱当中没有背叛 那如果一份真正的关系 那我们就要提倡一个运动了 你们两个是能够说心里的话 能够了解彼此的感受 能够共同追求心灵的成长 那如果各位 你现在不是 我们就要建议你 是 好 所以我像我们早上的癌症团聊 我们就告诉很多朋友 麻烦找先生一起来 有没有 麻烦找太太一起来 麻烦找谁一起来 就是要把他们变成 共同心灵成长的伴侣 像我这次到纽约也好 到多伦多 到洛杉矶 我很感动 因为像我们纽约 这些主办的同学 叫做这个谢丽玉 他也是个家庭主妇 那先生刚开始 本来也就是 反正太太喜欢做嘛 就支持一下 怎样啊 后来等我人到了纽约 整个演讲结束了 那个先生比太太还要热心 真的 然后他们的夫妻 就开始一同来投入了 所以我很高兴 我到很多地方 只让这些夫妻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让这些夫妻 有一个共同心灵的成长 两个人变成心灵伴侣 像我们的这个 香帅跟荣荣 没有啦 正亲跟真慧 那他们现在夫妻 真的是 夫唱夫随 夫唱夫随 两个来一起 做一件这么好的事 一个在楼上 一个在楼下 那共同来追求 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我觉得 其实这真的是我们 很多人都可以去 走的一个方式 所以身心灵 这条道路 它就是要把各位 把你的伴侣 可能将来会面对 爱与背叛的这个伴侣 变成心灵成长 你心里有委屈 有难过 你最想跟这个人讲 你跑去哪里啊 你是会从天涯海角 跑到他身边去 你了解我意思吗 不是像现在 你很想跑掉的 如果你一旦建立了 心灵的连结 心灵的互动 你最深的心事 它了解 你最深的痛苦 它知道 你内心最需要安慰的地方 它能支持你 你背叛个头啦 你背叛个头啦 你什么什么叫背叛 这样了解吗 哪里有背叛 没有背叛啦 哪里有背叛 你拜托他背叛 他都不愿意啊 所以以前是抓住一个 男人的胃 就抓住他的心 没有啦 现在外面都做的比你好吃啦 对不对 或是抓住男人的 色色的眼睛 就抓住他的人 所以你去做 很多保养啊 以后不是 我告诉你 你真的 进入身心灵这个领域 他的心 你能懂 各位 你要跑到哪里去 了解吗 一个人的心被懂了 夫妻之间 或是伴侣之间 你的心 能够一起成长 连在一起 你背叛什么啊 背叛个头啊 哪里有所谓的背叛 我就不知道啦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将来 这个时代要走的 他整个跟过去 不一样了 原来我们旁边的人 我们的伴侣 就是我们一起的 在地球上的心灵伴侣 这样好不好 好吗 好 那今天就跟这里继续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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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